上網查只查得到什麼 只能查得到它所謂的摘要 就摘要內容當中你仔細看 到底有哪些可以符合這個研究計畫當中 來作為應用研究 在食物上的領域當中要如何作為應用的 老實講看不出來 而且就農業這個電子化的發展上面來看 我們也期待在農業發展上有什麼樣具體的效果 在這邊我們也看不出任何一個具體的建議 桌刊的內容也報導 桌刊的內容也報導了抄襲的方式 甚至是侵入到一個版權的問題 所以張上正他所謂的計畫主持人 他不僅是抄襲 還有A錢還有侵犯版權 所以基本上抄襲A錢是屬於詐騙的一種行為 台大教授 既是學術人 又是教授的情況底下 他應該非常清楚什麼是抄襲 抄襲的定義是什麼 他心知肚明 那沒有著名出術 然後呢也沒有注視的情況底下 全文轉載 然後一字不漏 連標題連驚嘆號都抄了情況底下 很難告訴別人說你不是抄襲 這個是否是抄襲 這是基本的一個學術規範 在學術的一領域當中 不是不能引用 你說的引用跟鋪陳 是為了導出一個比較好的結論 然後呢提在學術上而有所貢獻 可是在這引用的過程當中 若有不慎 我覺得張上正你就要承認 這就是一種抄襲的行為 我想這件事情 而且不只是抄襲的問題而已 它牽扯到呢 這個研究計畫 是一個委託研究 委託研究又領取政府的一個預算 政府的預算是來自於 納稅人民的一個血汗錢 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不禁要問 到底你為期三年 領取了國家5740萬的這個經費當中 你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提出什麼樣的一個政策建議 從內容來看 各位 最後的他的這個報告當中 所提的啊 報刊中講得非常清楚 最關鍵的一個結案報告 六月不見了 上網查 只查得到什麼 只查得到什麼 只能查得到他所謂的摘要 就摘要內容當中呢 你仔細看 到底有哪些 可以符合這個研究計畫當中 來做為應用研究 在食物上的領域當中 要如何做為應用的 老實講 看不出來 而且 就農業這個電子化的發展上面來看 我們也期待 在農業發展上 有什麼樣具體的效果 在這邊我們看不出 任何一個具體的建議 所以說 也就是說 這一個研究計畫 基本上 既沒有達到他預期的一個 委託的一個目的 然後二來呢 實質上 又透過抄襲的方式 甚至連週刊的這一個內容也報導 週刊的內容 報導了抄襲的方式 那甚至是侵蝕到一個版權的問題 所以張上正他這一個 所謂的這個計畫主持人 他不僅是抄襲 還有A權 還有侵犯版權 所以基本上抄襲A權 是屬於一種 詐騙的一種行為 因此 今天 那個民進黨團 在這邊嚴厲譴責 張上正 張上正 對於過去啊 他長期來 用一個高標準的方式 來檢驗其他候選人 他也應該用高標準的方式 來檢驗自己 接著我們請 黃世傑委員來表示看法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黨團的郭國文書記長 那我是那個副幹事長 黃世傑 那我現在簡單來跟大家 綜合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 週刊所爆出來的這個事件 也讓我們感到非常的震驚 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我們去找了 週刊的這個 這個 所提到的 這個 從2007年到2009年 的這個 農業電子化發展分析 發展策略分析與規劃 這是農委會委託研究案 當時呢 由 這個 張上正先生 擔任這個計畫主持人 那時候他是在 洪基擔任這個副總 那麼 所以呢 他身為這個計畫主持人 他對於這個三年期的 總金額高達6000萬 這樣的一個計畫 他負有全部的這個 執行的責任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雖然是政府委託的 研究計畫 他本身還是在看 這個研究的計畫主持人 跟他的團隊 有沒有能力 來替政府 提出相關的學術研究的成果 來提供給政府 來有序來發展 繼續發展這個 這個參考之用 所以呢 會花6000萬 去委託 張上正先生 來擔任計畫主持人 做了這個三年期的計畫 他本身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農業發展上 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 所以呢 這個絕對不是 所謂的資料收集而已 這個是一個很嚴肅 很認真的一個議題 然後呢 政府 花了公堂 希望 這個研究的團隊 能夠給政府提出具體的 這個研究的成果跟建議 那麼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可以看 執行的成果是怎麼樣呢 根據今天 這個週刊的報導 有幾個量 第一個是什麼呢 竟然 去抄了另外一本週刊 而且呢 比對之後呢 整整兩頁的內容 一千兩百多字 全部來自 這個週刊 某一期的 這個封面故事 那麼呢 這個抄的 這個證據呢 連標點符號 連驚嘆號 都是原文照錄 那麼剛才 郭文書記長講得清楚 這個當然是抄襲 不管是不是 在從事 這個學術研究 這樣子的做法 絕對呢 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麼 因為呢 這一個是 農委會的 也委託的 研究計畫案 不是收集資料案 如果拿六千萬 請你收集資料 我覺得 這個我們絕對會很有意見 花了六千萬三年 絕對是要提出一個 非常有 這個內容的 研究報告才對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 今天早上 週刊 的報導裡面 所整理的 我們特別標出來 就是說 在 這個三年期的標案裡面 2008年的這一年 它總共有 11個 指報告 那這11個指報告裡面呢 東拼西湊 不但呢 抄襲 這個 外國的網站 抄襲中國的網站 翻轉中 抄襲其他的週刊 甚至 大量的 引用 農委會 本身 相關的 單位 農委會 網站上 這些相關的 這個資料 等於是 超農委會 的資料 然後呢 拿回去 再賣給農委會 說我幫你做了 這些研究 這個沒有問題嗎 這個沒有誠心問題嗎 所以呢 我們要請 這個張三鎮先生 出來針對 這個委託研究案裡面 是不是 涉嫌 以這個 因為他們這些 引用 不管是引用 周刊 引用 這個外國網站 或是引用 農委會 旗下 網站上面的相關期刊 資料 全部都沒有引住 這個有沒有 詐領 用這個詐欺的方式 去結案 去詐騙 政府的公堂 的問題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麼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要呼籲 就是說 張三鎮先生前一段時間 不斷的強調 自己是 學者出身 美國開來的大學的博士 還把博士論文拿出來秀 然後不斷的強調 誠信 是 這是人物最重要的價值 這個我們當然同意 但是是不是他能夠用 他檢驗別人 對待別人的同一個標準 來面對自己 擔任這個計畫主持人 所做出來的研究計畫 交給政府的研究計畫 零走納稅人的錢 零走公堂 這樣的一個詐欺的行為 我再跟大家分析 事實上這樣的行為 涉及到三個層面的法律問題 第一個 收集資料 然後沒有具體成果內容 然後繳繳這個報告之後 這個旅行契約上面第一個就有問題 是不是在這個 預約上面 沒有完成你契約的目的 第二個 在這個 合約當中一定都有 要求說 這個不能夠 你交給業主的這個資料 不能夠有侵害到別人的權利 所以他跟農委會之間的這個合約關係裡面 一定有規定說 這個到底 你交的資料是不是 其實是別人的著作 或是別人的研究成果 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拿來 當作你自己的交給業主 這個也有違約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 剛剛我們郭國文記書記長有講到 這個著作權法上面 你未經同意就重置 當然有違反著作權的可能性 他也侵害那一些 其他的文章的作者 以及這一些教授的論文 其他的教授的論文 所以 這一些都是 我們用這個機會來檢驗 張三正先生過去在這段時間以來 他所自己提出來的 對於一個真正人物 甚至他將來要來競選 要來擔任這個桃園市長 也會有很多類似的 相關的這個採購案跟研究案 他如何去面對這個問題 你自己當計畫主持人的時候 你就用這種態度 跟這種方式 來做這個執行 那你當市長的時候 你如何去約束 你底下的公務員 跟相關的案子要怎麼來辦 事實上 在週刊報導裡面也有提到 相關的資料 就是當年的 研究團隊的成員 看不下去 認為說 整天在電視上看到 張三正先生在講誠信 誠信 覺得當年的這個事情 很能夠作為現在社會大眾 在選擇誰來擔任 桃園市長比較適當的過程中 來做一個檢驗的依據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他涉嫌 抄襲詐騙 A錢 這樣的一個問題 希望張三正先生要主動 出來說明 現在正在正值 這個桃園市長 所有的這個縣市長選舉的 登記的期間 在登記前 他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來回顧一下 當年他做了什麼 如何 來向社會大眾好好說明 請他三思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黃世傑委員 我想補充一下 不論是論文研究 或者是計畫研究 所有收集過 收集資料 都只是一種方法途徑之一 它不會是一種研究 或計畫的一個目的 所以因此呢 這個委託計畫 不可能 花五千七百四十萬的錢 去找一個堂堂的大教授 來做收集資料而已 這種收集 Google的方式 隨便找個公讀書人 就可以來做收集了 所以我們很清楚 這個研究計畫 它有它的研究目的 它最主要是要提供出來 所謂的政策建議 我覺得張上正先生 他還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候選人 他還沒有去 桃園的地方的選委會 來正式登記 在登記之前 我們請他三思 這個誠心的問題 作為他檢驗別人的標準的情況底下 他到底有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候選人 請他自己好好想清楚 畫面